41岁了还是个处女 周恩不喝酒不怕越变 越是无缺的日子就越渴望自己 男人口中的老处女是银行行长的秘书 保管着银行里所有的高净值客户的资料 为了窃取客户的清单 卧底阿金假扮成功人士 故意接近陈秘所 小心啊 谢谢 稍等 能不能帮个忙 我想换点现金 手机转给你 看着如此拙劣的大善手段 陈秘书摇头拒绝 殊不知阿金早就摸透他的行动轨迹 次日一早便假装偶遇 跟他坐上了同一班公交 面对阿金的再次搭讪 陈秘书直接站起身 坐到公交车后排的座位上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动于衷 但他的内心已经泛起了微微涟漪 等到了公司 陈秘书收到了一封寄给领导的匿名快递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张昆曲戏票 领导不敢进去 转手就送给了喜欢昆曲的陈秘书 下班之后 陈秘书兴志勃勃地朝戏院走去 谁知刚准备进场 看到阿金也站在戏院门口 陈秘书顿时明白 这是阿金他妈故意安排的 于是头也不回地准备离开 阿金见状并没有追上去 反而淡定地检票进场 果不其然 这早欲擒故纵死死地 拿捏住了单身41年的陈秘书 演出结束后 外面下起了青盆大瓢瓢泊大盆 两个人也在看戏的过程中相谈甚欢 看陈秘书已经放下了戒备 阿金主动提出要送他回家 殊不知 这辆出租堤也是阿金提起来安排好的 只见司机开到了一条黑灯下火的小道 然后谎称发动机抛锚 需要下车检查一下 随着司机打伞离开并反锁车门 阿金顿时霸王硬上弓 对陈秘书下手 完事之后 司机把陈秘书送回了家 可他的神情不但没有恐慌 反而夹杂着许多小兴奋呢 第二天上班的路上 阿金再次堵住陈秘书 随手递给他一个粉红散的礼盒 陈秘书躲进卫生间 迫不及待的打开一看 竟是一件蕾丝情绪睡衣 而这件睡衣也彻底激发了陈秘书 41年来心底的渴望啊 看着陈秘书穿上睡衣 出现在自己的眼目前 阿金知道 窃取银行高净值客户名单的计划 马上就要成功了 经过一个月的甜蜜公事 陈秘书已经彻底沦陷 毫无防备的喝下 被阿金下了置换剂的红酒 王后尔在阿金的寻寻散诱之下 讲出了放置银行客户资料的具体位置 得到了想要的情报 阿金立马抽身 偷摸拿走了陈秘书背包里的钥匙 连夜偷走了银行的高净值客户资料 等陈秘书要接着退去 赶到银行时 警察已经将银行团团包围 直到他发现包里钥匙不见了 才意识到 自己是掉进了阿金设下的圈套里了 可他依旧抱着一次侥幸心理 给阿金打去电话 你好 陈秘书伤心欲绝地回到家 拖下阿金给他买的裙子后 走进了卫生间 打开水龙头拿出刀片 选择结束自己的一生 而阿金则在风头过后 打算坐轮渡返回包围 殊不知 国安局早就在码头做好了布控 等阿金一露头 立马冲上去靠手铐子将其制服 我该 你们老底做穿吗 你别堵的